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大家好 我是老王 我是雙子座 然後上升 上升天蝎 我的月亮是牡羊座 金星是巨蟹 就跟太太很配 我的年紀是40以上 那就不說了 我是Hurley 然後我快35歲 然後我是巨蟹座 我是做行銷的 我們兩個昨天其實在家裡想了一個獨特嗜好 然後我不確定我的獨特嗜好 是不是獨特嗜好 我就問了太太 因為旁人看才會覺得是獨特 所以呢他就說 你就是一天到晚都在看書的人 他覺得是非常獨特 我說我這個年代好像看書也沒有這麼獨特 但是放在現在這個時代好像是蠻獨特的 如果是天蠍座跟哲學有關係的話 就是非常喜歡思考死亡 我會想要知道人死是一個什麼樣的過程 其實這是哲學家在講的 就是你必須要知道死亡 你才會知道要如何活 我覺得我們彼此給彼此的學習就是說 哇原來有人是這樣在生活 哇原來這樣也可以生活的挺好的 舉例就是太太好會睡覺 最高紀錄是睡近的小時 可能是快24小時 但是真的 比較年輕的時候 我覺得結婚之後真的不行 我們是在App常常認識的 因為那時候人在北京 我在台灣 是聊了一陣子之後 覺得還感覺還不錯 然後他就飛回來台灣 然後其實我們聊了真的是蠻長的時間 大概一兩個月有吧 但是他蠻好玩 就是因為我也是第一次玩App 然後因為我在北京 但是我身邊的朋友就都介紹我 比如說是北京的啊或上海的女孩 但是我就覺得說我想要交台灣的女朋友 他們就說你人在北京你要去哪裡找台灣的 他就叫我上App去認識 然後其實那時候因為我是攝影師嘛 所以我看人的照片我自己覺得蠻準的 我就看到他的照片 我就覺得這是一個 起碼第一印象很好 我覺得他應該是一個很自在 很有自信很舒服 然後很開朗的女生 那這些要素是我喜歡的 像我跟太太認識到 我覺得可以進展到 發現可以交 應該是說可以交往嗎 算是吧 其實死亡是一個幫我們打開的門 那時候我爸剛好在安寧病房 所以我年紀那個時候大概30不到吧 所以那個時間可以跟我聊這個部分的人非常好 因為大部分身邊的人只能跟你說加油啊 我們會陪你啊 可是這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很空的東西 沒有人告訴我所以要怎樣 接下來可能會面對什麼 我要聽的是解法 你告訴我怎麼辦 我要怎麼做 然後所以他那個時候 居然可以跟我聊這些 那因為他爸爸也有同樣的經驗嘛 所以他跟我說那你可以看什麼東西啊 那你接下來會面對什麼樣的步驟啊 那你可以換什麼樣的心情去看待 我就覺得欸 在我那個年代或身邊的人比較少看到 因為我覺得我們的文化比較少去討論死亡 所以你很多的疑惑 你不知道從哪裡得到 那因為我有一些過程 就是我有一些經驗 比如說我父母親過世的經驗 然後我從小就會去思考死亡這件事情 所以就變成在那個時候 我反而好像就是有幫助到他 他算是因為他挺不下來 然後呢他性格又很多變 所以他就是每天真的會給你很多驚喜 然後可可以有智慧 可是也可以很低級很好笑 在家現在以老王出道就是因為被他鼓勵 他說你這麼低級的樣子 沒有人看到再太可惜欸 所以他才會常常會說你都不帥了 因為我在家就是一個像一個傻小孩 當時在一起那個眼神晚上不見了 開始在一起的時候哇你眼神很帥 很銳利 他現在就說欸這個眼神好吃 沒像是 其實就是像一隻豹 他本來在獵物有沒有 在外面都是獵 突然之間就變成家貓了 沒有我的心理戰就在那個一開始的時候 滑躁已經心理戰結束 我朋友說人家搞 他說我朋友說你這麼幼稚 人家搞不好還比你成熟 我就解脫了 就年齡不是問題 對啊 但是我覺得 因為我上一個也是大概跟他差不多年齡 對也是聊到的時候他說 對 我才可以接受 對 我覺得也剛剛好是你比較幼稚 然後我剛好比較誠實 少一點點 所以這個年紀對我們來說 沒有造成很大的影響 就是我們兩個關係 我對他其實蠻放任的 就是不管他 也不是說不管他 就是他想做什麼我都 他都沒有什麼意見 我都沒有什麼意見 我都全力說好啊 要做這個 那我們就做啊 所以我其實蠻支持他說 我想做的事情 他想拍片就拍片 他想要寫Podcast 或想想寫文 你知道嗎 我就說OK很好啊 然後他對我的部分其實就是 我覺得他給我很多生命的啟發吧 因為比較長者嘛 然後他可以 要飄起來 要飄起來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我去合盤 對 對就是我們快要交往之前 就是和星座的盤 我朋友幫我合 小朋友那個生肖 不要亂給別人 不要亂給 就是在正式交往前 我跟他要 然後我就合 當然他會 他合出來是說我們蠻適合的 然後他帶給我的 我記得他說就是 他會教我放鬆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放鬆 因為你知道對於一個景的人 從來不知道什麼叫鬆嗎 對 所以我跟他交往之後 我真的是看到 可以怎麼放鬆的過生活 但我一直還在學習 其實我還在學習 然後他就是與生俱來的 這麼鬆的生活 因為我畢竟是軍人訓練長大的 就是我覺得做事情要有機率 做事情要有目標 其實我必須誠實的說 一開始我的確有一點傻眼 他真的是讓我傻眼 然後我就會覺得 我一開始的確有過 我說你這樣不會太浪費生命嗎 你懂嗎 這是我的邏輯 我覺得你 為什麼都在睡覺 為什麼不起來做點事情 完蛋了 但是因為這樣我就會很容易生病 因為我給自己的壓力很大 然後我也可能錯過了很多 那個每一個當下生命該有的滋味 因為我一直在衝 我忘了這個moment的這個 各種生活的滋味 所以我其實真的是從他 而且他就跟我說你為什麼就不能接受我的樣子 所以其實他給我一個很好的功課 那也當然是因為我 我覺得我就是從談戀愛之後的很多的挫折或者是學習 我也到了一個點 突然有人這麼點我我就醒了 可能過去其實也有這個狀況 但我就是聽不進去 還處在聽不進去 但我剛好到了這個階段是 他的方式是 他不是跟我吵架 他是很冷靜的跟我說 我都接受你 你為什麼從沒有接受過 但是這句話就是我一直在練習 就是我們要無條件的接受自己 我們也要無條件 你要無條件接受自己 你才可能無條件接受對方 那所以反過來就是 我從來沒有無條件接受過我自己 就我一直覺得我不夠好 對不對 所以我才會覺得 你一定要再進步啊 所以你也要一定要再進步啊 所以我這樣看到之後我就返回來 我就知道這個提醒 然後我就 有的時候我還是會忍不住 譬如真的睡到12點我肚子好餓 我說欸起來吃飯了好不好 可是就變成是哀求 而不是說你怎麼這麼浪費生命 不是指責 所以在他身上我真的學到 就是那個指責是不應該存在的 在伴侶之間 就是真的是接受那個 對方跟接受那個自己 對這是我很大的收入 而且我覺得相處很 我覺得很多關係是 有些人會為了對方去改變自己 這件事情是 就是我以前有試過 可是我後來發現那個真的不行 所以我其實都會表達 我的底線就這邊 我沒有辦法 這個我不行我不要做 我不喜歡 那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就是你自己去接受你自己的事情 我覺得我們都人都是個體 我們雖然在婚姻關係裡面 我們是綁在一起的 但是 我是我你是你 那我做不到事情 我真的就是做不到 我會盡量 可是我覺得 我只能做到我自己覺得盡量 可能不達到你的一百分吧 那 那就是你的事情 所以 那要你自己去處理 後來就是開Podcast裡頭 就其實常常在分享 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個東西 破解了其實很多東西就鬆綁了 其實也是回到就是說 他為什麼可以接受 這樣他說他放任我 那就是因為 他其實也很放任他自己 他非常的信任他的感覺 他就說我現在的身體就是想要睡覺 你為什麼不能讓我好好睡覺 為什麼要被應該綁架 什麼叫做應該起來讀書 而且每個人的需求本來就不一樣 對 是每一個人的需求不一樣 我覺得兩個人 在一起一定會有什麼磨合啊 或者是紛爭什麼什麼的 但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就是 這就是你們兩個自己的事情 我其實很不喜歡 我們兩個我覺得蠻好的 是我們不太會去往外講 對你說你需要一個同仇敵開 跟你一起出氣的人 可是 那些人根本不懂你們兩個的狀況 你就算你去解講 那也只是書法你的情緒 我覺得最終還是 你們兩個自己 所以 我們兩個如果吵架或幹嘛 其實我們不太會往外去講 我們兩個會比較 好 然後應該說 爭執的過程中 當然不會什麼 不會多開心 可是就是兩個人自己先分開一陣子 自己思考一下 然後澄清一下 不然有些時候你跟你朋友講 講完以後 他可能會說 對啊他曾經講 我覺得那是對彼此的感情 都沒有加分 而且也不是說 每一次爭執完 就一定要有個結論 或者是一定是誰對或錯 尤其是你就是沒得結論 可是我們需要抒發我們兩個的感覺 跟想法 我們想要生Baby啊 這算是人生美好的規模 對對對 如果可以有小孩的話 其實我們就是 因為以前的感情其實都是 蠻多是收或平等 可是小孩的東西是 你沒有辦法經驗 他其實好像就是要給 一直給要付出的 那這是我沒有經驗過的 再來是我覺得 有的這個小孩以後 可能其實在養育的過程當中 我也可以更全然認識我自己的 不同面向吧 所以我覺得 看我過去爸爸媽媽他們有了我 那我覺得其實我也活得很好 那我也想把我的部分 再傳給我下一代 然後讓他們去延續這個美好 其實我覺得 我最近在思考一種 生活的方式是 可以需要的更少 像我以前就是一直很努力 可能要達到什麼東西 什麼目標嘛 那我現在有的另外一個思考是 因為我已經開始放鬆了 那我就會去思考 那為什麼 努力的意義是什麼 過去我們的教育 都把我們訓練成工具人 賺更多 買更多 擁有更多 那我其實現在在思考的是 我就跟他說 我說我們可不可以想像 更 對那個幸福是 不是靠擁有更多 我們當然我們兩個現在 有彼此已經非常幸福了 可是可不可以可能跳脫這個思維 我一直在思考死亡 所以我甚至有分享一個就是 我的手機裡頭有個倒數日 那個倒數計時器是 我生命的最後一天 我設定了一天當作我生命的最後一天 所以我的上面就有倒數計時器 其實剩下一萬多天而已 其實如果你有看到這個數字 你會很驚恐 我們人大概就是人活三萬多天 我已經活掉了三分之二了 那三分之一剩下來的 我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還是要不斷追求成功嗎 要換更大的房子嗎 就是當然這些不是說不可以 可是你要知道你為什麼這麼做 如果你一天24小時 你拿了20個小時都在經營這些事情 那你剩下的時間 你怎麼能有很好的關係 跟你的家人跟你的伴侶 甚至跟你的身體 跟你自己會有很好的關係 我們其實在去年才開始比較 就是社群媒體 臉書上分享兩位太太的生活 後來我發現有一個 是因為我們結婚那個時候 然後因為她的家族是蠻傳統的 大家族 那時候我們本來蠻希望邀請到 她的親戚長輩 但是因為媽媽會有一個擔心 就是長輩們怎麼想看看 媽媽的壓力會比較大 等於媽媽要出櫃 所以我們其實那時候 尊重媽媽的意見 然後等到我們辦完那個婚禮的時候 我感受到媽媽的改變非常的大 她雖然也是支持我們 但是我覺得她沒有全然的打開 因為她要去家族裡頭說 她的女兒跟一個女生結婚 那我覺得她本來還沒有那個力量 因為爸爸過世了嘛 只有她要去面對長輩 家族長輩 那我們的婚禮 真的就是來了朋友 那個環境 那個整個就是非常有愛的 就是那個愛的能量太強了 所以媽媽就是 我覺得她感受到 所以我覺得從那天之後 她整個人就開了 鬆歪了 她就鬆了 她就是那種 啊沒有關係啊 因為就是有一些 就是她的表姐就說 阿姨那個誰誰誰知道 跑來問我啊 因為臉書就會跳跳跳 就跳到他們家去了 對 然後阿姨就是媽媽就說 啊沒有關係了啦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個 這個改變很大 我發現我們只要存在在那裡 就會引起一些改變 對 雖然現在的社會 比起20年好很多 但事實上還是有很多 沒有人有機會接觸到我們 所以因為這樣開始 我們開始在臉書上 分享我們的生活 那其實很多粉絲 不一定是同志 我很多是 她就說因為我的年齡 曾Reach到 中年以上的婦女 很多的是婦女 會來跟我們聊 就是說 哇你們把同志的婚姻 就是寫得非常的平實 就是很樸實無華 非常的跟大家一樣 就是大家不再看同志 是用一種奇怪的眼光 就是我覺得 真的做到這個 我覺得非常開心 然後呢 所以我就全然的打開 我以前就是 我還去打那個太極拳 接觸到的人 是比我還要打 五六七八十歲的人都有 我就會直接說我太太 就是結束之後我就說 我還去買菜 回去煮飯給太太吃 那大家就會 太太 就是突然會卡住 然後我就開始解釋 2019年呢 同志婚姻法通過了之後 我跟我太太 就是好像進行一個這個 交流 一個交流 然後我現在不管在哪裡 我都很自然的說我太太 我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去做一個 好像很溫柔的 小小的運動 對對對 然後也是 這個是一個起點 我們在經營 兩位太太的這個粉絲業 之後是因為 老王真的就是 可能有很多失敗的經驗 所以 很多人 年輕的朋友會來問我 要怎麼做感情 要怎麼經營 那我們也才決定做podcast 就是回到他剛剛說 我現在不會只focus在自己事業的成功 我好像更可以把我生命的一些 真的是很難得的經驗 就是有血有淚的 的一些體會 跟大家分享 讓大家少走一些冤枉路 就是像我以前也常常有一些 有一些吃了一些苦頭吧 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有一些更好的獲得